大家好,那么俄罗斯最近公布了一段在叙利亚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的视频 视频里的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大家知道其实就是东伊运 它现在主要盘踞在伊德利普 现在配合着土耳其的一些军事支援 在叙利亚境内在伊德利普附近一直盘踞 那么俄军也一直对这个组织进行打击 之前我进行过报道 那这一次俄罗斯公布的影像显示 俄罗斯使用无人机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主要成员进行斩首行动 那俄罗斯现在放出这个视频其实用意非常明显 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 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东问题上 我之前说过俄罗斯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后 实际上就打破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围堵 黑海的北岸地区克里米亚加上乌东地区 再加上叙利亚就完全将土耳其包围了 所以叙利亚是俄罗斯非常重要一步棋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需要支持俄罗斯 为什么呢 叙利亚问题有很多来自新疆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东突分子也在叙利亚参战 实际上俄罗斯在打击东突的时候也在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你现在特别是北约东扩的时候 你中国要支持我俄罗斯 支持我普京 我俄罗斯也在打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现在大约有3000多人全副武装的 再加上家属 有一些家属 家眷也跟随着在伊德利普长期生活 已经在那个地区盘踞10年以上了 这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呢 又称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啊 或者叫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阵线 其目的是在整个的突厥斯坦 包括中国新疆中亚各国建立独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东伊运呢 自2002年9月起呢 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 那他的意识形态呢 主要就是逊尼派伊斯兰教 还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圣战主义 维吾尔民族主义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领导人呢 是买买提托乌提 买买提亚库普 阿卜都热 1993年 主要控制这个东伊运 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活动 97年呢 是领导人是爱山马和苏木 他主要是和这个本拉登进行了一个勾连 那2010年呢 这个买买提 买买提名被美军击毙 是在10年的2月15号 他现任领导人呢 是阿卜杜曼苏尔 总部呢 位于巴基斯坦 北瓦基里斯坦巴 2013年以后呢 将总部啊 转移到这个叙利亚的伊德利普 所以现在叙利亚呢 成为这个东伊运大本营 这次啊 从这个视频里 大家可以看到啊 俄军主要空袭的 也就是这个伊德利普 用无人机对伊德利普地区的这个 东伊运分子进行斩首 他呢 现在在叙利亚境内呢 隶属于这个叙利亚的征服军啊 那征服军呢 还有一些盟友啊 包括基地组织啊 在叙利亚的叫征服沙姆阵线 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 还有塔利班 那东伊运呢 是1993年啊 由这个新疆和田人 叫买买提托护提 和阿卜杜洛和曼 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北部啊 北瓦基里斯坦 发起成立的圣战者组织 但该组织呢 同年又解散了 97年呢 爱山买赫苏木和阿卜杜 卡德尔亚 亚普全 再次发起了该组织 97年呢 该组织策划了新疆乌鲁木齐 公共汽车爆炸 该组织还在吉尔基斯 阿富汗 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设有分支 目标呢 是位在东图吉斯坦 主要指中国的新疆 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的 伊斯兰国家 从1990年代啊 到2001年啊 该组织势力啊 发起了200起左右的 恐怖活动啊 造成了162人死亡 超过440人受伤 该组织和基地组织 在资金上有密切往来 他也得到了本拉登的支持啊 许多成员呢 曾在阿富汗接受过基地组织 和塔利班资助的恐怖主义训练 2011年呢 东伊运呢 重组改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政党化了 由恐怖组织政党化 而且呢 宣称啊对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负责 那这些事件呢 包括许多恐怖主义袭击 08年至09年呢 该组织宣称啊 对上海一家化工厂爆炸负责 那对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东伊运的关系呢 现在有分析人认为呢 东突厥伊斯兰党啊 是东伊运的母体 也有人为呢 两者啊 是同意 那该组织呢 自创立以后啊 成员的以维吾尔人为主啊 创立初期呢 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 后来呢 采用了这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一名 因为呢 该组织希望啊 整个东突厥斯坦包括新疆和中亚各国在内建立独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维吾尔族本身呢 也是中亚地区的跨境民族 许多维吾尔族啊 持有吉尔基斯 乌兹别克等国家的护照 他这次改名啊 实际上是美国啊 特别是2020年以后啊 暗中支持的 为什么呢 他不改名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恐怖组织 但改名变成一个政党的话 他寻求维吾尔人在整个中亚地区啊 形成一个独立 如果他只是寻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立 那么其他的像吉尔基斯啊 像乌兹别克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些维吾尔人 他不能响应 不能啊 不能形成这个号召力 所以他呢 通过叫东伊运政党化 将这个中亚其他国家的这个维吾尔人 也囊括在内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部大旗啊 实际上美国在 实际上碎片化整个中亚地区 用新疆问题来切割你哈萨克斯坦 吉尔基斯 乌兹别克你境内的这些分离势力 东伊运呢 他政党化以后呢 对中亚地区啊 对俄罗斯啊 对中国新疆稳定啊 构成巨大威胁 中国俄罗斯还有中亚几国啊 在上海合作组织矿源内啊 对他进行这个打击啊 所以中亚国家呢 对东伊运呢 现在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他在中亚呢 也没有落脚点 随着2011年这个叙利亚危机啊 他将总部啊 从这个中亚地区 搬移到了叙利亚 所以就是俄罗斯呢 在叙利亚出兵叙利亚以后呢 在上海合作组织矿源内 实际也对东伊运进行打击 那东伊运该组织的发起人呢 爱山买克苏木呢 于2003年10月2号呢 在巴基斯坦和阿帕南边境的一次 反恐联合行动中啊 被巴基斯坦的陆军击毙 那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呢 以及塔利班的武装组织啊 于2010年3月1号 证实东突厥伊斯兰运动领导人 阿布多勒哈克突厥斯坦尼 又名买买提买买提 于2010年2月15号 在巴基斯坦北部的 北瓦基里斯坦部落 遭美军导弹击中身亡 该恐怖组织呢 还得到塔利班的支持啊 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呢 塔利班武装中啊 还有一个由东运分子组建的中国营 大约是320名士兵啊 来自中国新疆 那该恐怖组织的骨干 以及领导层呢 长期是躲在阿富汗 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部落地区 其分支机构 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设在了土耳其和叙利亚 该组织呢 还应国际恐怖组织的要求呢 派人到叙利亚参加了叙利亚反政府 那么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呢 东突厥伊斯兰党呢 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啊 与这个努斯拉阵线啊 也就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 2016年7月份 还有改成叫征服阵线 他们进行了紧密合作啊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呢 在吉尔叫吉斯尔舒克尔战役 还有阿拉伯攻势等战役中啊 能熟练使用自爆卡车 袭击叙利亚政府军啊 或者是库尔罗民兵的阵地 这一东运的背后呢 有土耳其的影子啊 土耳其呢 暗中一直是支持这个东运的啊 他本国呢 将东运呢 列为这个恐怖组织 但是呢 2020年以后呢 美国实际把这个恐怖组织名单里面啊 东运就删除了 土耳其呢 随后呢 也加大了对东运的支持啊 现在我了解 在叙利亚北部 特别是这个阿拉伯和伊德利普附近啊 土耳其呢 有大量的武器资金的援助 所以现在东运他实力啊 在土耳其得到了壮大 在土耳其的帮助下 在这个叙利亚内战之中啊 实际上一直在壮大 而且现在我了解 这些人呢 现在呢 已经不再是维吾尔人为主了 包括这个组织里大量的有叙利亚本地人 还有一些这个从中亚来的一些其他国家 像吉尔基斯 乌兹别克 特别是乌兹别克人 很多都加入这个组织 甚至有一些车臣啊 从这个俄罗斯境内来的一些组织 这些恐怖分子也加入到这个东运运 伊斯兰党 所以他这个组织实际在叙利亚在壮大 土耳其的目的很简单 美国呢是需要肢解俄罗斯和中国 在中亚呢 实际上钉上一个蝎子 那这个蝎子是谁呢 现在土耳其认为是这个突厥运动 也就是他的这个东突厥斯坦 利用这个东突厥斯坦打上一个蝎子 特别是这个土耳其组建那个突厥联盟 就像一个钢钉一样打进中亚 那土耳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随后呢 在叙利亚等等这些国家爆发内战 爆发冲突中啊 也大量的支援 利用这个战乱支援这些恐怖组织 逐渐将他们养大 俄罗斯呢 实际上非常好理解 肢解中亚就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也是对中国的威胁 那么中俄在反恐问题上 对待土耳其培养的这个东医运 培养的这个努斯拉阵线等等这些恐怖组织 那一定是打击的 包括现在乌克兰问题啊 黑海北岸啊 俄罗斯呢 14年拿到了这个克里米亚 15年出兵叙利亚 实际将土耳其已经包围了 土耳其是北约国家 如果土耳其被包围高加索就安全了 俄罗斯实际在利用东地中海 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 克里米亚问题 乌东地区问题 反包围 反包围北约 所以你看啊 实际上这是地缘政治争夺的一部分 那俄罗斯在叙利亚呢 空袭包括东印恐怖分子在内 一方面的可以打击这种恐怖组织 在叙利亚的这种进攻 另一方面的可以向中国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就是在中亚地区 中国和俄罗斯有一个盟友的关系 那么在欧洲 特别是在东地中海 在黑海相关政策上 中国要支持俄罗斯 所以你看俄罗斯呢 也将这个相关的视频公开了 那解放军现在在叙利亚战场的主要还是依靠俄军啊 依靠俄罗斯的力量 中国主要提供一些情报支持啊 比如空袭的这个时间啊 空袭的人员啊 车辆特征啊 中国情报人员主要是在叙利亚境内呢 向俄军提供这些情报 由俄军啊 直接进行打击 你从现在后面的给你放的视频也可以看啊 这个情报的获得呢 一方面是叙利亚方面 一方面是来自解放军 解放军在塔尔图斯港啊 是有一个情报站的 在塔尔图斯港也是有解放军的 那就再次证实了我之前讲的啊 就是乌克兰的黑海问题呢 它实际和叙利亚问题呢 它是联动的 那么东欧的问题呢 和中国的台海问题和中国也是联动 也不要以为欧洲打仗和中国人没关系 你从这次事件上 俄罗斯也就提醒了中国 我欧洲的安全也影响了你中国 我如果俄罗斯被肢解了 你中亚也不能安全 所以现在就是个唇亡齿寒的关系 我之前说过啊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欧洲问题和中国 拆开来看 实际它是联动的 为什么联动 因为欧亚大陆的整体性